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她相识近30年的刘嘉玲在这次离婚事件中就像一个导火线一样 最后她付出真心最久的一段感情终究还是离她而去了 2015年11月 关志玲在一次活动上公开地承认与陈泰明离婚 直到这时才让这段长达几年的隐婚公布于众 陈泰明是谁呢 台湾富豪榜排在第八位 以29亿美元排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第712位 虽然比不上刘乱雄的164亿美元财富 但也是妥妥的大富豪 当初爆出离婚事件之后 传出关志玲非常气恼 埋怨陈泰明不在乎自己的感受 这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还要从她与刘嘉玲的交情说起 关志玲与刘嘉玲年龄相差三岁 都是在80年代初香港影视黄金期出道 那些年月 萤幕上的香港美女是很多观众心中的女神 这两位也如是 而且刘德华曾表示过对关志玲有好感 可惜两人实在没有缘分 在关志玲与刘嘉玲一起出道后 有媒体为他们总结了戏里戏外的五次公斗 演对手戏久了 或许会映射到生活中 也是看着不对眼 这五次分别是 1988年由郑少丘立志 关志玲 刘嘉玲主演的《群音乱舞》 两人在剧中为了争夺郑少丘 真是花样百出 引出了好一场中风吃醋的画面 1992年由张学友 关志玲 刘嘉玲主演的《太子传说》 这三角链的关系 两个女人为了张学友 开始拔枪相向 又是一出好戏 2002年由古天乐 梁永奇 刘青云 关志玲 主演的绝世宝贝 这时已是40岁的关志玲 与37岁的刘嘉玲 在剧中争夺刘青云 接下来就是生活中了 非常精彩的剧情 堪比影视剧 2006年12月底 关志玲被拍到 与富商郭台铭 在上海某酒吧出现 绯闻呼之欲出 然后出席王妃李亚鹏 举办的天使基金慈善宴时 郭台铭身边的女伴 又换成了刘嘉玲 两人大大方方 食指相扣 一个月后 刘嘉玲再次被拍到 与郭台铭一同赴台北旅游 可见两人交往得很是愉快 关志玲也只能看着默默忍受 可惜这两位 食安游戏人生真谛的高手 还是败在了舞蹈老师手里 因为在这时 郭台铭通过林志玲的介绍 认识了他的第二任妻子 也就是那位舞蹈老师 两人相识一年后就完婚了 在郭台铭这里碰壁后 关志玲与刘嘉玲的交情 更加深厚了 这时的关志玲45岁 刘嘉玲也是42岁 想到这里 两人赶紧掉头 追寻自己的幸福去了 2007年 刘嘉玲继续投进了梁朝伟的怀抱 两人纠缠了近20年 终于在2008年结婚 这一年 关志玲遇见了陈泰明 两人传出绯闻后 关志玲开始吸引 或许对于这个 对他穷追不舍的男人 在那些甜蜜时光里 让他尝到了爱情的滋味 而在刘嘉玲结婚后 关志玲或许会想 这都结婚的人了 总不会再来和我争风吧 可惜结果不完全对 2010年 新以后的关志玲 一直很少露面 看来真的花了心思 去呵护这段 来之不易的爱情 这一年 关志玲和陈泰明 赴巴黎度假 同行的 还有吕良伟夫妇 这使得关志玲 不再贪恋外面的浮华 真是全权之心可见 随后的日子 关志玲过得很甜蜜 2012年 然开始挑选情侣对戒 然后在2013年11月 关志玲在微博 晒出了和富商陈泰明的甜蜜照 证明了二人的亲密关系 在爱情的滋润下 关志玲的笑容 是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 幸福美好的时光 总是很短 不像荧幕上的剧本 都是编好的 可以永远不变 但是在生活中 这个剧本却是无限可能 2015年 时间回到这里 关志玲公布 与陈泰明离婚 在这段长达七年的感情终结时 应该是关志玲最后一次相信爱情了 可惜天不遂人意 隐婚这么久 忍耐这么久 还是以分开结局 在离婚事件报道中 刘嘉玲的出现就如一根导火线一样 对刘嘉玲熟悉的人都知道 她很喜欢爬山 而关志玲也喜欢爬山 在关志玲与陈泰明还是夫妻关系时 她约时间去爬山 但是陈泰明却很少相陪 如今才刚离婚 陈泰明就找刘嘉玲爬山 而且两人见面的频率很高 据媒体报道 大概一周两次的样子 还真是红果果的打脸啊 这种情况下 让关志玲如何想 纵横江湖30年 居然在自己结婚后 被外人给比下去了 真是丢了面子 也失了李子 而且看陈泰明与刘嘉玲的熟络模样 显然两人之间都是很熟悉的 在这种情况下 关志玲能够忍受这么久 也是非常难得了 在生活中的第二次交锋 显然还是刘嘉玲胜出 也是这种情况 让关志玲爆发了 在这次事件后 关志玲的朋友 向外界说了一些原因 在关志玲与陈泰明结婚后 男方还是不肯公开与她的关系 理由很强悍 前妻不能接受 然后男方的女儿 不想爸爸再婚 所以两人就一直低调迎婚 就算在朋友面前 都没有公开婚讯 看得出来 关志玲对于这段感情 是付出了真心的 不然也不会在男方追求之后 持续了七年的恋情 最后还是同意迎婚 这样没明没分的生活 对于关志玲来说 肯定是一种煎熬 长时间之后 夫妻俩人的生活 掺杂了太多因素 加上外婴的技术 终于还是分开了 关志玲与陈泰明 这段婚姻的终结 前期已经积累很多因素 加上后面男方 与刘嘉玲的亲密互动 显然让关志玲受伤加重 这次关志玲提出分手 是没有要赡养费 与财产之类 因此此时的她 早就有够花几辈子的财富 在关志玲遇见陈泰明之前 最有名的 当属于刘鸾雄的纠葛了 这段纠葛也是拖了近七年时间 最后还是选择另觅他处 而关于刘嘉玲与她的关系 后面有采访问刘嘉玲时 她是这样说的 我都不知道她结婚离婚 不是最好的朋友咯 而且这两位都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 不管在圈内还是圈外 都是让大众佩服的 刘嘉玲有被绑架赵事件 关志玲有小球传闻 文俊在专栏中称刘嘉玲为传奇 她的身世就是一部通俗连续剧 情变绑架 爱情长跑 一个都不少 而关志玲呢 其父关山也曾是影帝 只是后面不会做生意 还经常去外面喝酒潇洒 所以家道中落 后面靠自己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圈里 打拼出了自己的天地 先不说她的是非观怎么样 但是这种经历 也没有几个人能够比拟 这两位都是八十年代的当红美女 都经历过人生劫难 刘嘉玲有很多同情与生缘 作为受害者 她有梁朝伟陪伴 勇敢面对 然而关志玲则不一样 在那些年里 网络上面每隔几年 就会传出她脑流离开一次 看过关志玲情况的都知道 她确实有脑流 而且经常偏头痛 只能吃药缓解 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摸爬滚打起来的她 在三十二岁就立下了遗嘱 早早就体会到了人生无常 这俩人之间的友谊 还是有一些的 在刘嘉玲四十九岁生日时 关志玲和陈探明一起去祝贺过 三人同台合了照 这是二零一四年 关志玲离婚前一年 不知道是这时 刘嘉玲与陈探明相熟 还是早就开始了 那就不得而知了 两人之间还有一些 争夺广告代言的传闻出来 因为资源就那么多 你不去争夺 那就是别人的 关志玲与刘嘉玲之间的争锋 虽然关志玲的风情美貌 要好过刘嘉玲很多 但结果还是刘嘉玲步步强先 从如今的各处新闻可以看到 刘嘉玲基本都是与富商达官显贵接触 平时很是风轻云淡的模样 对比起来似乎关志玲有些美人耻目的感觉 而且关志玲离婚事件后 采访刘嘉玲围仔不爱运动 所以自己都是约朋友爬山 周润发又约啊 这是什么 是真风气云淡 还是目中无人呢 这俩人也曾有过岁月静好的时期 钟正涛结婚 生日派对 还有与钟楚红聚会 都是晒出了一些美丽的合照 关志玲这次失败 更多的还是没有刘嘉玲脑子转得快 没有对方情伤高 到底是经常与达官显贵接触 这情伤低了还真玩不转 这次关志玲应该是被伤得很深 看看她的经历 那么丰富的情史 而且在过往经历中 有很多与别人中锋的经历 最后基本还是以她胜利结局 但是这次陈泰民与刘嘉玲爬山的新闻 居然传得沸沸扬扬 真是让她颜面无存 之后刘嘉玲关志玲关系一度超尴尬 直到刘嘉玲2020年 晒出与关志玲合照 才让两人长达五年 形同陌路的关系 正式破冰 而刘嘉玲关志玲合好后 两人近日则再同狂 出席杨谦话丈夫 港星丁子高的生日派对 照片中刘嘉玲一只手挽着关志玲 另一只手则搭对方肩膀 互动超亲密 好感情易于言表 其实刘嘉玲关志玲一直都保持互动 两人日前才和好友曾志伟 云安安等人一起现身 捧场名厨好友开的新餐厅 当时两人虽然没有并肩而坐 不过刘嘉玲关志玲 平凡同框 也是向外界宣示 两人早已和好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再见